河海之城 文武苍州 金航大运河的苍州流断 自无桥入境 从青县流出 管通南北 蜿蜒曲折 夜半不知行远近 一传明月 过苍州 近年来这首古诗一直传送于苍州人民口中 表达了人们对大运河富航的殷切期盼 2022年9月1号 大运河苍州中心城区段直线旅游通航 时隔千年 人们终于可以再次运河泛舟 享受城区内的运河风情 随着对全域寒道的测绘 在2021年银水1.8亿立方米基础上 今年由银水3亿立方米 同时新建起12座码头 苍州市以中心城区31公里长的大运河 作为中轴线 打造大运河文化带 生态带 旅游带 苍州大运河的再次通行 意味着运河两岸生态环境保护改善的成功 行走在河边 潺潺的运河水缓缓流淌 我们可以看到茂盛的芦苇和香昌蒲 也可以看到正式飞起的水鸟 苍州市坚持绿色发展 实施绿化提升 大运河苍州中心城区段两岸 共种植桥木6.7万余株 绿化面积2,065亩 实现全域河道清淤和暗坡护理 运河沿岸散乱雾起也动态清零 大运河核心金孔区376个村 全部实现生活污水管控 除了满目清脆的风景 大运河畔修气一新的明朝古楼 南川楼和朗云楼 也是市民休闲的打卡地 与两楼隔阂相望的是百诗园 形态各异的狮子石雕遍布园内 极大的丰富了市城百姓的日常生活 沧州大运河的东岸 沧州中心城区 46座返国建筑区拔地而起 这里占地274亩 总建筑密集达4.6万平方米 涵盖了南川楼 朗银楼 清风楼 三座附建国际 沧州大运河的通行 促进推动了沿岸的乡村振兴工作 打造出无桥优质小麦 清新大司马蔬菜 东光奥木粮食等现代农业园区 大力发展亲母金银花等特色农业项目 推动大运河沿岸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民增收 大运河凝聚着苍州的精神文脉 也承载着宝贵的文化记忆 我们会按照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的总体功能定位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提升生态环境水平 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海燕河京运通南北 参州大运河流津之地 无论是旅游文化 亦或是经济贸易 都是因照大地一道亮丽的中轴线 参州大运河 不仅是川流不息的河水 更是参州人民的 深深不息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